一开场这麦克风怎么有点卡卡 不过看得出来赖青的心情超好 原本都是总统出席的电气站 这天由他带打 似乎也是慢慢准备交报 而陪同他的是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接下来要借由大家最热烈的掌声 不过瞧瞧两人中间隔了一个位置 眼神没对上也没交谈 就连郑文灿至此后走下来 只跟一旁理事长握手 赖青的上台也没有互动 难道是因为这回选战桃源立委全军覆没吗 不过要说到互动 即便选后中国大陆动作频频 但台美互动却增加 在赴美国参政议员接力来 才是对表示力挺吗 英国金融时报指又由美国议员将来访 众议院印太地区外交小组委员会贝拉 和两位国会台湾联线联合主席 共和党籍的贝尔迪亚士巴拉特 将在下星期访问台湾 接力的还有深具影响力的众议院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更提到北京方面对这项访问高度关注 而巴尔也在个人推特上po出 和我新任驻美代表的合照 只是这样是否引起中国大陆 加强力道反制 对台施压的途径其实是很多 不只是外交 那外交邦交部是最直接最明显 那还有一些可能是在国际 多边机构的一些参与 持续的对他们产生压迫 那另外一个就是经贸方面的一些 他的一些工具 包括像爱法 那最后就是大家最不想要看到状况 就是类似像军事 但一般的判断是 对未来的两岸关系 大概不会有太过于乐观的一些迷策 可以想见未来赖政府的两岸外交 重重关卡 TVBH无愧的组合台暴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